什么是NOTION呢? NOTION呢? 听起来像是一个能够让你在NOTION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模仿 让你的工作效率提高不少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你用过NOTION 你一定会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你管理你的笔记、任务、文档和项目等等 但是当你的NOTION页面越来越多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样式 布局和模板上 这对于一个忙碌的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这就是NOTION发挥作用的时候 它是一个由NOTION开发的人工智能工具 可以帮助你自动化重复性任务 提供建议和模板 并简化和优化工作流程 举个例子 当你开始创建一个新页面时 NOTION可以帮你自动选择最适合你的模板 这样你就不用浪费时间去挑选模板 此外它还可以根据你的输入 推荐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和读书 总而言之 NOTION AI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可以帮助你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高效率的NOTION AI 那么NOTION AI绝对值得一试 NOTION AI与XTPT成为一语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作家 你需要写一篇文章 但你不知道该用NOTION AI还是XTPT来生成内容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人工智能工具的区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NOTION AI 它就像一位虚拟的秘书 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习惯来生成建议和模板 比如如果你需要写一份简历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 它还可以根据你的输入来生成相应的建议 比如根据你输入的关键字来推荐相关的内容 它是一种语言模型 可以生成自然而然的混准推幅 你可以在聊天机器人或自动客服系统中使用它 以便在与客户交互时提供更快速和准确的响应 相比之下 NOTION AI更适合于协作和项目关联 可以让你更有效的组织工作流程 总之 NOTION AI和XTPT都是非常有用的人工智能工具 但它们的用途略有不同 如果你需要一种更像人类的工具来回复客户 XTPT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需要一种更方便的工具 来优化你的工作流程 那么NOTION AI可能更适合你